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老大写过几篇文章 就是写比特币的交易机制的 对 我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大概 我是从4月份开始 今年4月份开始接触比特币的 那么写文章的话 是从5月份开始写 那么刚开始主要是针对的 就是说一些 刚接触比特币的人 会对比特币产生的一些疑问 比较大的一些疑问 那么针对这些我写的一些文章 那么从今年 从这个网站开始做起来以后 就现在接下去 我觉得宣传这一块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个人感觉 我把一些新人 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就在我的文章里面 都写清楚之后 我现在就是说 主要的目标是开始 帮助新人怎么样 进入比特币这个行业 然后去了解它 怎么获得 关键还是怎么获得 怎么包管 怎么使用比特币 这也是我做乐想比特币的一个宗旨 就是说 帮助普通的用户 不是说高级的程序员 或者说是黑客这样的人 去了解 我们帮助对普通的用户来了解比特币 包括那些客户端 怎么样去使用它的客户端 怎么样更好的方便的使用它们 包括怎么获得和保管 还有使用这些 其实我们乐想的比特币的宗旨 主要还是帮助普通的客户 可以说是对比特币不是很了解的人 能够加入进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每一次那个比特币一更新 或者是它的 也有交易我们的那个客户端 老是要更新很多很多的模块 然后速度特别慢 就是说 以后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新的一种客户端的生成 然后你就不需要有所有人的交易记录 所有人交易记录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平台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你能查到 然后你的那个电脑上 可能就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的那个数据 那么只是你自己的 会不会以后做这种 会 而且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客户端了 实际上 但是呢 就是说用的人还是比较少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下台的东西 其实不是模块 下台的是那个全网交易数据 也就是说叫blockchain 那个交易数据呢 它实际上 怎么说呢 就看你怎么用呢 你如果是我 你只是希望就是说有一个米特币的收款地址 别人可以打钱给你的话 其实你是不需要去把全网交易数据下下来的 你只需要把客户端的那个软件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 获得一个地址以后 把这个地址记下来 就放到网上去告诉别人 我有这么一个收款地址 然后把你的钱包保存好 后面其实你就跟客户端可以 就完全扔到一边去不用管它了 你需要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那个地址 有钱包里有多少钱的话 你只要把你的地址到那个找一个网站 比如说是Blockchain的Info 或者说是Blockchain Explorer的两个有 有专门国外的这个网站 是专门他们会把全网的 比特币全网交易信息都取出来 实时的取出来用户来查询的 你只要把你的地址输定去查一下 就可以看到钱进来 可是我要用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要用的话是这样 确实如此 那么要用的话 一般来说 有些选择的话 就是有在线钱包的选择 Blockchain Explorer 它就提供一个在线钱包的 它现在有大概将近40万的用户 他们都是使用它的钱包 直接在线使用 那么如果比较少量的话 建议可以在这上面用 那么如果多的话 我个人建议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比较多的话 最好还是分成几块吧 分成几个钱包 那么就是说 把一些钱包还是物理的保存起来 那么和网络隔离开 那么一些少量的钱包 就把一些少量的钱放到 就是自己还是应该拥有几个地址 我是这样想的 有些地址你是 比如说作为一个固定的储蓄的地址 的话你就离线保存就放在一边 那么有些地址 你可能做些零花钱 要在网上用的话 你可以用在线钱包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你完全不想用客户端的话 因为这客户端 其实我觉得用客户端也没什么问题 可以了解一下 也就是十几个计划 刚开始可能会慢一点 现在我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小白 可能跟我也是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懂怎么去把它做成好几个交易地址 然后去把单独保存 这个我们可能不会 然后是我们可能现在都是用的是客户端 然后只有等客户端全部更新完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总额 然后才知道去网到网上打款 那些什么的 是 对 现在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 跟我是一个情况 所以说接下去 我这边 就是后面可能会 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吧 怎么使用客户端呢 包括如果不使用 那个官方客户端的话 怎么使用那个远程的钱包 或者说轻量的客户端的话 需要注意些什么 但是可能还得留点时间吧 因为我现在重心可能还在网站制作这一块 那么可能下一期的话 我尽量能够早点出来 包括其实下一期的文章 大概我已经选好了 主要还是完赚比特别客户端这一块 就是说怎么把你的管理好你的招呼 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 因为小白的话实际上 我觉得真正理解比特别的小白 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比特币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东西 这样说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理解 就是说它实际上你有的只有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上面有一个地址 它是给别人看的 那么别人可以打款过来 然后你自己可能掌握了一个要叫私钥 那么这个私钥是和地址是一对应的 有这么一个关系 那个私钥是不能公开的 那么证明你拥有这么一个地址 对这个地址有支配权 然后呢就是说比特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原因 那就是说实际上只存在有这么一个账本 全网的交易账本 这个是每个客户端都有的一个账本 这个账本里面记录了 那么这个钱从创建出来 比特币从创建到转移的整个一个过程 从最开始一开始创世模块的开始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交易记录都全部记录下来 然后根据你的地址来分析 你这个地址 根据全网交易记录来分析 你这个地址上面有多少钱 实际上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就是说 当你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是说 我把一些比特币从我这个机器上 发到那个机器上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要给一些钱比特币给你 然后大家认可 那大家同意了 好你可以给 当然这个同意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算法 包括会用到你的私钥 可能不是说用到你的私钥 可能用到一些加密的过程 通过你的私钥的加密的过程 那么大家最后认同了 你可以把钱给另外一方 那么这个宣告有效的 那么这个交易被记录下来 其实上是这个交易被记录下来 就是说 加到那个全网的交易记录里面去以后呢 然后对方的账户上面 他就好像是多了一批钱 其实他也没有任何变化 他就是说 因为最新的交易记录变化了以后 他那个账户可以多种的钱就变化 他就这个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跟普通人的理解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不存在钱给过来给过去的概念 不像说是人民币 从这边我要跟你去买东西的话 一定要给你人民币 然后你接到人民币以后 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就是说 我给你一块钱 其他人都同意 我可以给你一块钱的话 那么你就有 你就有了一块钱 然后我就少了一块钱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对钱包的话 你只要关注好自己的一个账户就OK了 其实你有的时候 你只要有的账户 实际上你不需要 哪怕没有电脑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想办法把地址告诉别人 或者你的地址已经放在网上了 任何人都可以给你打钱 不需要你在线 这个是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 比特别 比如说你哪怕不在线 你也能打钱 你也照样能够收到 你不用担心这个钱没有到 但是你要付钱出去的话 可能就是必须你自己亲自要操作 你要使用到你的私钥 然后才能把交易信息发布出去 还是需要在网络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你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话 他应该是有一个专门 给别人付钱的一个账户 然后专门自己收钱的一个账户 可能还得都有多个账户的话 可能会管得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就希望老大以后 多写这方面的文章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怎么去弄多个账户 我们只知道在客户端上面 分几个地址而已 但怎么把账户分离出来 到目前还是不是太懂 这个实际上我怎么说 觉得这个确实是 它的客户端有一点问题 而且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机制 确实和现在的法币的一个运营机制 是差别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人很难理解 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说比特币的它这个机制 应该来说是最本质的一个交易机制 因为对大家交换的话 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宣布 我宣布我要跟你交换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都认可了 那么就可以了 就说到付款这个事情的话 因为它以后涉及到付款 当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 我给别人打0.5个币的时候 就会需要收我0.005的手续费 然后当然这个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也可以设定成没有手续费 那就是说他们说是收了手续费的 就是说给你确认就快一点 你没有收手续费的 就给你确认的比较慢一点 那以后会通过这种交易量 使用量越来越多 交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会不会就出现了 就是说 付了钱的 付了手续费的 对 人家就给你做 然后给你处理 然后不付手续费的 就等好几天就没反应这样的 是这样 就是说呢 目前为止 他所谓的这个手续费的话 实际上跟你他那个 相对来说 这一块机制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什么情况下收多少手续费 这个东西呢 是根据你这个之前的接收的交易 可能还有关系 如果你一直接收的一些004岁的交易的话 你要把这些钱在整个的花出去的话 可能会就是手续费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是跟你的整个这个交易的 具体涉及到的一些字节的数量有关系 可能设计的数量 就是说交易的那个越复杂 越复杂的交易的话 他相应说的手续费会高一点 但事实上呢 就是说 至于交手续费的会快一点 不过交手续费的会慢一点的话 这个其实 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说法 它其实只是一个优先问题的问题 他看同一时段里面 那么那些交易 他那个交易的量 交易的量越大的话 可能他就排在比较后面 如果这个时段交易的量不是很大的话 那你不管交手续费 不交手续费 你都会被挡到包里面去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比特币的手续费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说 一般来说 如果折换成人民币的话来说 他一般来说 不会超过几毛钱这种感觉 最多最多 也就几毛钱这样一个手续费的问题 从这个转账的角度上来说 还不是 并不是很高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 包括你前面说到了 那个比特币 他因为交易的数据量比较大 所以扣个人的 他可能承受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那么接下去 可能会有很多的 那种中心化的一些 包括交易所也好 包括那种 类似于淘宝这样的 中心化的一些服务会出现 包括我们乐想也是在 往这方面发展 那么通过乐想的 就是说中心化的一些节点 你把钱先存进去 然后在这个中心化的节点 里面内部进行转账 其实交易所也是这样一样 你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时候 也是把钱存进去以后 在交易所内部进行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并没有对全网交易数据 产生任何影响 买进买出都没有任何差别 最后再转出来 只有转期限和充值的时候 他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交易 其他是不会产生交易的 那么通过这些方法的话 可以保证你这个 哪怕不付交易费 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转账 至于最终肯定会需要一些中心化的东西 完全没有中心化的东西的话 其实也不现实 因为这个社会 包括互联网的话 也是一样 大家虽然都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还是有新浪啊 百度啊 或者腾讯啊 这些中心化的一些企业 包括阿里巴巴淘宝 这样的企业在中间起到一个作用 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进行交易 并不是说我因为 可以跟你P2P之间 直接进行交易 我就不需要淘宝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觉得 有淘宝我还更放心一点 在上面交易 其实一个概念 就是说需要一个担保机制而已 对 那么现在我好像看到 网上新出了一个比特会 当然还在内测阶段 可能也是准备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 其实老百姓的话 对这种中心化的东西 也不是很排斥的 而且相反来说 中心化的一些东西 还不可能能够 让人在交易的时候 更有些幸运感 因为毕竟你单对单的 P2P的话 你因为没有一个交易过 交易历史 你跟他不熟 你也不知道他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可能根据 中心化平台的一些 历史数据 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之前 卖过去什么东西 有多少人买过等等 你反而会产生一个 信赖度在里面 这个就是中心化 说起的作用 如果纯粹是 单对单的话 P2P的点对点 来进行交易的话 那么肯定还是要一个信任问题 如果和你不熟的话 这个交易 其实实际上很难展开的 就是说信任情况 会不会出现第三方的 就是个人担保 你看像他们买矿机的时候 可能就会需要一个人 比如说John King在talk上面 就给他们担保 就是说你 这个我知道 第三方的话 就是因为第三方实际上 到底是一个人呢 还是一个组织呢 还是一个公司呢 其实都都不重要 都是可以的 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只要方方都信任 那么就可以来做 但是因为毕竟第三方的话 那么如果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模式的话 就是现在不是说 现在他们在论坛上面 做这种担保交易的话 都要进行发帖 然后还要留下 各种各样的手续 包括签名等等 其实对一些 小白的用户来说的话 那么肯定是 复杂了 不方便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另外而且的话 这种以人为第三方的话 肯定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人他还要休息的 他不可能一天24小时等着你 然后他如果到一定的交易 他一个人也承担不了 最终还是需要一个系统 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系统 可能就是有一个公司 或者说 就是由这一个人 来做这么一个系统 然后大家开始去玩 可能慢慢就完蛋 这有可能性也是有的 老大有没有考虑 做这样的一个理由 那想考虑 做这样的业务 但是这个得慢慢来 没这么快 因为这个 首先安全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从目前一些网站的看下来 我觉得安全性很好的网站 还是比较少 那么因为资金的转移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是安全性 然后再是方便的使用程度 那么安全性方面 其实乐想的话 可以考虑的就是说 比较严格的 包括以充值的地址的锁定 包括今后 如果提现的话 地址都是锁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私钥 就是不放在服务器上的 我们都是全部在第三方 就是说 在我自己管理下 不在网络上 那么就是说 不会出现这个服务器 被用户攻陷了 被黑客攻陷以后 造成比特币丢失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比特币 并不放在服务器上 只是都是远程的 当然这些后面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 做出来以后 再跟大家说 比较好 现在有这方面 发展的想法 应该是这样说 这样合适一点 感谢观看